那還是只好找小雪 我的意思是說 Moeiro! 啊!按錯了 你好 Moeiro! Yoshi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小雪啊,你真是個只有體力的笨蛋 呵呵呵,小雪表示 我還在狀況外呢 你這邊放了五行 我還不知道要幹嘛呢 嗯,可是沒有水了耶 小雪只好麻煩你了 吐幾口口水吧 然後沒有土啊 現在沒有土 也沒有水 他可能隨身帶了水壺嘛 我覺得你們等一下誤會我 可是沒有土 他腿要幹嘛 對啊,現在都有了嘛 現在 現在 現在金有了嘛 金火 對啊,你看這鐵也沒錯 所以放了也不能改 那現在問題就差 水 喔~~ 下了又生 水 中肯,我怎麼沒想到這件事情 所以土也在這邊拿嗎 血跡 那土呢 那土呢 問題是土,要去哪拿呢 不想下去 還有一個應該就是土了吧 欸這個不會壞掉 喔門壞了沒事 先把這個放回去再鎖 哎呀快躲 呵呵智障 有可能是那個桃怪 呵呵肉K小偷 喔有可能 把桃碎掉拿桃片 這倒是有可能 還說土 還說土 對了對了 啊對了,那個湖也是土製的 你看真的耶 那個湖也是土製的 那麼這樣五行就行了 欸真的還有提示 為什麼五行是到的 沒有,沒有到的 只是你觀看的方式不一樣 就是你的試點問題 並沒有說它是到的 只是你要從下面尾上 然後左右反過來看的 並沒有說是到的 兩個人加一隻雞好嗎 比想像中的還中 你就把它打碎囉 欸不行 欸 要怎麼做 退嗎 欸 喔用推的 要把他推過去 好啦,接下來就是把那個傢伙 帶到房間正中間 又過去 來 來了 行 啊 啊 混蛋 太難欸 的 可惡 肌肉是雞 肌肉是雞 好,這時候換上手把了 小玉 命 很快 是 6 9 5 我使善手 測身 快樂 溝 composers 欸我跑不過他耶 是我跑不過快 還是我跑法有還是不應該這樣跑呢 最短 最短路線跑 啊!!! 撞牆壁啊!!! 啊 又抓牆壁了 Shit 啊 有燈住 好險 技術考操 只是故意增加點緊張感罷了 不逃了嗎 蛤 逃的是你吧 哼 真虧你們能說呢 喔 好強啊 小雪 小雪你明明就超強了 太大意囉你 這時候就要慢慢處置你吧 Yuki もう十分だ 小雪 夠了 お前たち もしかして 私を封印するつもりか 難道說你們想要封印我嗎 殺せぬ 怎麼不會讓你們做到的 殺せぬろ 他發現了嗎 還有這種力量啊 このままでは 降下去的話 あとは 任せだよ 接下來 交給我吧 小雪 把門關起來 でも 但是 他 他自己的存在就是為了完成他主人的使命啊 我們絕對不能浪費他的覺悟 我們絕對不能浪費他的覺悟 嗯 分かない喔 我知道了 行くぞ 封印 要得くれたな 真可能做得到 這樣子啊 我就可以毫無訓練的去跟主人見面了呢 ありがとう 劉太郎 謝謝你 劉太郎 總算是 そうだね 好啦 あいつを封印したことで 既然封印了這家伙 往縣市的道路也開了吧 欸 もしかしね 最終のどころまで 戻れないといけないの 啊 那麼 就交給我吧 喔喔喔 他說我們要怎麼回去一開始的地方呢 他說我們剛回不去最開始的地方了 謝謝你幫我剪眼睛回來 那麼我就來跟你們報恩吧 ありがとう よろしくね 謝謝你 之後呢 就平安無事的回到了縣市 也經過了一些時間呢 那 啊 之後呢 我們就去參加了神山大明 啊 神山大明所準備的宴會 這次呢 啊 比起雪 雪呢 就告知了神山大人 啊 還有那個認識的陰陽師 拜託他們再重新進行一次封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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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麼您請小心囉 啊 お世話になったな 真是多虧您照顧了 今度は私と遊びに行こうかな なんて 下次就換我去那邊玩吧 開玩笑的啦 いや 来なくていいか 啊 不不 你不來也沒關係啦 嘿 啊 妹妹沒啦沒啦 我會準備好那個點點點心給你吃的 嗯 好啊 不 我覺得小雪你不要來 你知道主角有個病叫妹妹嗎 主角有個妹妹 你別這樣小雪你會被妹妹殺的 哦 你別這樣 阿,不過比我想像中的短耶 因為坐著自己是說兩到三個小時啦 然後結果我們大概兩個小時多一點就破關了 因為一般講坐著兩到三個小時 差不多我估計都是直接Double啦 就是直接乘二啦 日即定時定 喔,這是神山殿下那邊來的委託 下一個工作是女郎蜘蛛嗎? Nande arodo,還有什麼呢? 要消滅罪,邪惡呢 出雲成篇,玩 對,因為都是Double嘛 阿,其實這篇我預計是三到四個小時 然後就沒有想到居然兩個半兩個小時跑完了 唉,只能說我們解謎太快了 只能說我們解謎的技術太高超了 真是的,解謎太高智商玩家也不好 對啊 那,基本上 基本上這個遊戲出雲成篇就這樣啦 那有興趣的人可以看之前 對這個作品有興趣可以看我之前玩的那個 那個 這什麼啊 什麼春篇的忘記了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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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前篇啦 對,前篇有講到他認識肌肉的過程 對,他怎麼認識肌肉的 對,還算是 那,我覺得是蠻好玩的 不常 可是不論是演出或者是解謎都做得很好 只是 他的解謎稍微蠻吃日文的 就是比較可惜的就是他的解謎並不是那種直觀型的 他解謎都很吃日文 那包含是要日文的念法啦 然後 包含了一些就是日文同音字的字的東西啦 就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不過他的解謎做得很棒 難易度剛剛好 然後也不會太坑啦 追逐戰也都還不太難 短短的可是很好玩 理性的遊戲就是很好玩 那,好啦 那這一片到這裡 那 其實我本來一直很想跑物理的Sentiment 就是那個 Udi就是做那個 人魚沼 還有那個 Cookman 小歪 歪哥 還有Paranoiac 這三部 就是這一系列作品的那個作者的新作 其實說新作也是二月底 也快一個月了啦 不過那一片的問題就是 作者說 不能夠Live實況 可以錄影實況上傳 可是不可以 升放送 所以 因為那時候我在想說 為什麼冬夜沒有跑 我就跑去問他 冬夜就說那個作品不能升放送 所以我就沒有 我就 呃 沒有跑 那 我可能 問問看作者能不能海外能不能升放送 如果不行的話 那一片 就算 就算 人家作者都說不要升放送了 我們就還是不要 不要違背人家的意願啦 我雖然不知道為什麼他不讓我們升放送就是了 對 所以說 至於明天 喔 其實我還有遊戲可以跑欸 阿 我還有一兩 好像還有一兩片 阿對了 真視之障位沒跑完嘛 嘖 不知道 現在遊戲還 還有不少遊戲可以跑 那明天應該會再跑一片恐怖遊戲吧 好 應該 吧 我也不知道 呵呵呵 有可能 也許 或許 對 那 大概就這樣啦 總之我們 就 對啊 這片也就這樣啦 對啊 作者說不能升放送就不能升放送了 我也不想 不想說就這樣 他作品很棒喔 對啊 他作品不錯 可是就 就那個 對啊 日本人 對 其實日本我還遇到有蠻多作者都不喜歡升放送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還有些日本人會 日本作者會說 希望玩家不要做惡意的批評跟重傷 嘖 可是我有時候就覺得說 嘛 你們 你們心裡有那麼脆弱嗎 做了遊戲就會 就是會被人家罵的啊 對啊 惡意當然是不好啦 但是我意思說會被批評很正常 對啊 大概就這樣吧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實況就到這邊囉 那麼再次謝謝各位的收看 那麼就晚安囉 掰掰